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章道合 我们先来看到今天四个关键字 超思蛋 蓝绿战 内参民调成筹码 郭董狂言笑一笑 华为心经 美国心经 今天我们要从超思8000多克的 巴西蛋来开始谈起 你能想过吗 里面这么多的谜团 比你我想的还要来得多好几倍 在野党现在抓着不放 农业部总算说话 殊不知这越讲问题越多 完全都不拢 而现在政治圈里面难道流行 所谓的内参民调 变成政党出招的工具吗 郭董抛出内参民调之后 民众党也抛出 简单来讲 我跟你们喝什么咖啡 我跟赖清德差不到5% 最后该气饱谁 选民自己知道 而现在郭董也是不甘寂寞 这个周末抛出副手人选 找好了 还继续大开支票 生一个孩子 我让你多养一只宠物 生两个 我给你一对 中国现在抢进全球版面 骑袭美国 华为的新机 从晶片设计到制造 全包办了 难道真如不死鸟 时间还挑在美国商务部长 雷蒙多离开中国 马上发布 奇怪了美国不是下了禁令吗 难道真的突破防线 而今天晚上我们将带你一一解析 现在介绍今天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时事评论员李毅修 赵好 大家好 台北系议员张思刚 大家好 国民党前发言人肖敬言 赵好 大家好 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赵好 大家好 好 不就是一颗鸡蛋吗 怎么问题这么多啊 里面谜团到底有多少呢 但其实很多事情小民不禁想要问 鸡蛋不是已经连两次叠了下来吗 怎么开学之后 怎么台风来了之后 现在蛋价又要涨了哭哭啦 真的哭哭啦 为什么 因为鸡蛋呢 赵好是所有的学生 所有的这个应该说 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非常重要的补给品 一定要吃 一定要吃嘛 因为台湾像很多人还吃蛋素 所以蛋真的是怎样 生活必需品 它的需求量非常的大 一人一天一颗就要2千3百万颗 各况台湾平均 一人一天不止一颗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这个新台币 涨3块钱的时候 愤怒啦 为什么 一天3块钱 那一个月 那就涨多少 339 对不对 就涨了90块钱就要多付出 你说那没有多少 问题是 这整个民生很多的食品都会用到带 它只要一涨 它是一个基础物价的支撑 所以大家现在很生气 对于农委会所谓之前 这个蛋的问题 现在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 因为有一间公司叫超市公司 它的整个资本盒只有50万元 然后负责人更厉害 这个负责人是一位叫秦宇乔的女士 这位秦女士竟然出资只有一千元 然后她来负责怎样 上一元8800多万颗的鸡蛋 在进口也就掌握了台湾这段时间怎样 鸡蛋的命脉 整个是农委会专案的一半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专案里面 我们看到农委会公布的这些资料 但问题这些资料 大家怎样听都听不下去 因为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上一元的生意 丢给一间50万资本盒的公司 只有数字 没有答案 大家要什么 大家要合约 你当初为什么找这间超市公司 为什么超市公司 1000元的出资了 占50万元 只有0.002 就2%千分之2 不是2% 是0.2%的这个赞比 然后他来控制台湾的鸡蛋吗 荣卫部次长这个陈俊介他说超市从8C进口鸡蛋中 有三贵零检不合格损失800到900万元 连坑都不坑一声代表超市有什么 有超能力啊 你直接是质疑他们 你说只有50万 人家8、900万整个货柜烂掉 我不要 人家有能力 你怎么质疑人家呢 所以这个是怎样 又再把人民当87 我就问一个问题 什么叫有限公司你知道吗 叫做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是什么意思 就这公司如果倒了 他的偿付能力就是他的资本50万 结束没了 只有50万 只有50万 那他为什么可以搞八九百万 这代表这么有巨大的猫腻啊 今天这个上亿元 结果只有50万公司 谁都不会跟这种公司签约 至少公家机关绝对不会 我随便举个例子 我以前经手过一个工商业界的案子 当时呢 这个公司呢 他要增值八九百万 我说你为什么要增值 因为他要做台中华电信的生意 那为什么 因为只是做个装潢生意 一个1000万的 然后中华电信直接说 抱歉贵公司资本的太低 只有100多万 那你一定要增值到1000万 我才跟你做生意 才有这个合约 你才有承包这个 所以今天超市公司被人家认为说 这太扯了 跟一个政府做生意 随便一聊聊八九百万的 然后呢上亿元的 结果只有50万 大家当然不服气啊 为什么你50万 50万照顾你知道吗 连创业饮料店都没有办法 你知道这有多夸张吗 50万 抱歉现在一个饮料店要200万 创业资本了 否则的话你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小餐车 我同学之前投资过 70万 所以50万 一个餐车都没有 结果呢 他竟然可以把这个事情 而且还倒着说话 说掉八九百万 但他背后有什么神通 神通广大的地方了 哦原来啊 那农业部就去说 3月到7月的鸡蛋进口 农业部其实啊 是吸收了价差 今天呢 哦我们所谓的这个超市公司 其实啊 他是在做善事啦 对啊 照他这样讲没有问题啊 今天我农业部花了5.7亿去补助 你知道我没有补助你的话 你们就完蛋了哦 你们至少要付到60亿元哦 因为所有的黑市 黑商去提高你价的 这个蛋的价格之后 你们全毁了 我补助没错哦 所以呢 超市公司不是什么 不是超爽公司 是怎样呢 是超佛心公司 所以呢 他怎样呢 帮大家省60亿 这完全怎样 农委会又在颠倒是非 知道为什么是颠倒是非吗 因为问题很简单 这个黑市卖60亿 为什么会卖到60亿 因为很简单 因为我们缺蛋 那为什么我们缺蛋 因为农委会从前几年 就对这个蛋鸡啊 他就限制进口 而且更重要是什么 他说要一直做什么任性农业啊 辅导什么 结果我们的养鸡的整个的整体产品 非常脆弱 还买不到蛋鸡 我岳母在台东就是在养鸡 就在卖蛋 他说要买150只鸡 排队排半天啊 进不来啊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 就是我们根本被一个农委会 农业部人为创造了一个缺口 而且呢 大家深挖下去发现啊 不得了不得了 这个超市公司啊 不只是超爽公司 可能是超赚公司 而且呢 还是超神秘公司 超能力公司啊 怎么说呢 桃园市议员林涛呢 他说奇怪 这超市公司 你这么有能力 农委会还挂保证嘛 那总有一个什么 但他能力在哪里呢 农委会说啊 抱歉 他背后呢 有一个他的家族关系企业 叫无忌蛋品 无忌蛋行 钢商无忌蛋行 结果呢 大家去查 你的母公司到底是哪一家 你的代表人是谁呢 就我们刚才说的 这位秦女士 结果啊 这个农委会就说 秦女士 他只是这个家族的一个代表 其实他的家族呢 是日本第二大的蛋品集团 有贸易 而且在巴西有资源 所以到底幕后是谁呢 农委会说啊 他这个跟无忌蛋品 有亲属关系 但是又出来说 哎呀没有 你们这个都是怎样 你们这个都是做假消息 什么假消息你知道吗 不是母公司 是有亲属关系 我告诉大家 这个故事脉络是这样 很长 我简单说就好 首先这一间无忌蛋品公司 根据咧北好游 林鸿玉先生这个粉砖 他所显示出来的 这藏不住的秘密啊 这是一个无家四兄弟 所创办的 一个卖蛋的一个蛋品行 他们当初在钢山发迹 就是高雄 然后后来呢 生意做大了 之后呢 这个蛋品行啊 到了呢 民国97年的时候 就歇业了 但紧接着呢 就成立了另外一间 叫什么 叫做无忌蛋品 股费有限公司 地址就在新北市 这间就大了 这间有5000万的资本 所以难怪农委会 但是他为什么话只讲一半 赵虎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000万来进口上 合理啊 合不合理 很合理 那我为什么还要搞一个 50万的超市公司 我知道5000万的就好 我要找人赔 他也赔得起啊 50万我要找谁赔啊 是所以关键在这里嘛 就后来大家一查 才发现原来啊 超市公司这位 所谓的负责人秦女士呢 他原来就是无忌蛋品 那四兄弟创办人当中的 老大的遗孀啦 他们年纪其实都很大了 那这个所谓的 这个新北市的 这一间无忌蛋品股费有限公司 这个5000万大公司 是老三创办的 但是他们家族之间 网络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合理怀疑 奇怪的是 既然这么大的公司 农委会 你抬头挺胸的告诉大家 就是超市公司的母公司 就是无忌蛋品 你干嘛否认呢 你干嘛成立一间 50万的小公司 还是去年成立公司来党呢 那因此呢 大家就觉得说 你到底现在是怎样 现在原来做生意 不靠的是什么 不靠的是商业关系 靠的是怎样 是裙带关系 是亲属关系吗 一兄你现在质疑他 我真的觉得有点妙 因为秦宇乔 现在民进党的立委 于婉如就说了 秦宇乔在弹界 很有名啊 你怎么说他是裙带关系呢 人家从日本进口鸡蛋 也有从巴西的管道 这样子进来 你们你现在的行为 不就跟国民党一样抹黑了吗 是啦 都是我抹黑啦 因为大家一查 你知道 你今年只进了半斤批双 你哪来的一斤批双 去毒死人啊 这个桥段大家都知道 对吧 确实 因为呢 这个无忌蛋品 这个无忌蛋品的母公司 应该说超市公司 你号称不是母公司 但他的家族的大母公司 根本就没有进巴西鸡蛋 你哪来去讲这个 说你的母公司跟这有关系 所以从头到尾 民进党是集体在迷航 集体在胡说八道 而且他现在更扯了 他现在开始拉个新的战场 怎么说呢 因为大家还查出来说 哇 那你进口这个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绿霉素啊 这个有致癌风险 会融入骨髓里面 会造成白血病 你这个蛋呢 来源不明 公司来源不明就算了 结果呢 现在呢 谋财又害命啊 这个是徐巧心有挖出来的 而且用的是什么 用的是卫福部的资料 我告诉大家 8800多万科 竟然查获多少 赵恒你知道吗 700多万科有问题啊 但是他说 哎呀 这个都是在抹黑啊 你看 历史哥在抹黑 历修在抹黑 徐巧心在抹黑 赵恒你在抹黑 到底谁在抹黑 是卫福部验出来的 所以到今天 余婉如 你要不要面对真相呢 你要不要说呢 你看他竟然还敢讲 有国难台商不敢帮 这个根本是什么 这个根本就是 商事喜办 来 我们来看到的是 斯康哥 现在洪生案已经讲了 你们讲这些蛋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当初知道 蛋有问题的时候 他还没有进来台湾的时候 就给他销毁掉了 那除了销毁掉之外 我们又不得不提到 超市公司 人脉广 又有钱 还有一个 他们还有预知的能力嘛 当然有预知的能力啊 否则不会说 二月 我申请了停业 但是呢 后来呢 三月呢 我就申请副业 显然知道政府有比大单要做了 那这个大单怎么做 就是农委会 现在变农业部 然后相关的呢 也许有一些某些管道告诉他说 我们要开放相关的进口了 更好一晚也讲了嘛 请你觉得这蛋界很有名啊 所以很多蛋界的这些耳语啊 然后这个怎么知道要做什么事情啊 一定可以先知道嘛 预先知道嘛 所以才会去把这个公司去做副业 好了 其实今天农业部呢 其实出来打脸这个公司哦 为什么 农业部说你要进口这些鸡蛋啊 你过去呢要有实际的销售记录 跟进出口的经验 你这个才能够去做这个农业 这个才能做这个进口鸡蛋的事情 显然这家乔治公司没有啊 你之前没有做相关的行业啊 没有做相关的工作 你不能说我的亲戚很有名 我跟某个蛋商呢是亲戚关系 所以呢我就可以做 你家卖牛肉面的 我跟你很有名 所以你的牛肉面我也可以做 不是这样子嘛 每家公司都独立的公司法人 每家公司要为自己负责 你亲戚做得很棒 不代表你做得很好啊 这是两回事情啊 所以把那个东拉西扯 扯什么他的亲戚 是什么淡界有名的无忌鸡蛋 更光是他基产出来讲啊 虽然是亲戚不熟 没有跟他合作过的公司 显然他也要去跟他切割关系 不会因为卷到这样的一个纷争里面去 所以我觉得最怪的事情 像这些民进党立委于婉如 你怕他讲什么话 你这个不是应该 这家公司自己出来讲话吗 这个秦宇乔不自己应该要开记者会吗 告诉他说我的进口怎么来 我对方拿到多少的报价 然后我进来之后 我怎么卖给这个续产会的 中间的流程是什么 还有大家质疑一件事情 你的冷链设备在哪里 鸡蛋来喔 你运送过程要冷链嘛 不可能是常温嘛 你搞不好都可以浮出鸡 开玩笑啦 这么闷的这个货柜里面 那再来第二个 你进了这个港口之后 你怎么进关 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我记得超私的公司 他其实是在一家民宅里面 完全没有像有冷链倉床 一个平房里面啊 一个透天座 钢山丽他透天座 还有记得去拍嘛 那你的冷链设备怎么来 那是跟哪一家冷链公司合作 这都要讲啊 还有那个续产会也帮他cover 也帮他这个铺行啊 就是说他来鸡蛋的 直接进入续产会的仓库 那我要问 是每一家公司都这样 还是你独厚秦宇乔 你没有冷链我来帮你处理 我要帮你cover那个费用 冷链费用非常贵 很多的货运运送过程当中 最贵就是冷链设备 所以这个事情啊 从上面到下面 其实太多太多疑点了 那为什么这个人贵卜先知 有没有特权 然后呢有没有其他的官员 在设备上面cover 而且我觉得民进党立委 不要再帮他讲话啦 每次出个事之后 都是民进党立委官员 帮这些公司讲话 之前那个什么 快筛 小吃行 尽快筛 高登环球 对 也是官员 衛福部官员帮他cover啊 那为什么不让这些厂商 自己出来面对媒体 面对质疑呢 所以这中间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基本上经不起检验 靖友我们刚刚提到 其实薛晓晴现在是说 超色进口袋有问题 所以呢 认为政府谋财又害命 红山汉马上说 我刚刚已经提到啦 有问题在台湾 你还没有进来的时候 早就销毁掉了 而现在被查出最夸张的件事情是 今年5月份 巴西的产地早就出问题 那你怎么还跟他去买蛋呢 没错 刚才施钢哥也讲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你只要有关西 可能感觉政府都会帮你cover 听起来我的意思是这样 那怎样有问题呢 最明显大家看 这个是农委会自己发布的这个公告 发布日期 112年6月28号 它公告什么 它说 巴西有自这个高病原性家情流 删除了 意思就是说 巴西就是现在有情流感 所以说呢 它把这个非疫区给删除了 意思就是说 巴西现在是情流感的疫区 所以说即日起生肖 那就没有办法进口它的鸡蛋 理论上是这样 而且这个呢 农委会是6月28号才公告 其实早在5月23号的时候 大家看 5月23号的时候媒体就已经报道了 这个野鸟就已经染情流感 巴西已经宣布 180天的动物卫生紧急状态 我们的这个农委会 慢了一个月 才宣布说 要把这个情流感的非疫区给删除 结果删除之后呢 我们还是照样可以进口它的鸡蛋 这不是匪夷所思吗 今天我们先不论说到底背后 它有没有什么关系 有没有什么特权 有没有什么内线 可以拿到这样子的交易方式 但今天很简单 你代表政府去进口的这些鸡蛋 你号称说你是做公益 是在为国奉献 结果你现在进口的可能是 情流感疫区的鸡蛋 给民众吃 现在农委会 现在叫做农业部 要不要去查一下 这些鸡蛋的流向 会不会我们很多人 已经把它吃下肚了 会不会是民众的身体 有危险 健康有疑虑呢 这个第一 农业部现在要马上去查这件事情 第二 刚才历史哥有跟大家讲到 就是说 他们这一间公司真的很奇怪 本来呢 他们老大的遗伤 就是这个秦宇桥 他们有这间店 这个无际蛋行 结果这个老三 叫做无成 他在台北有一间蛋品公司 在三峡 就是叫无际蛋品的 这个股份有限公司 他主要做的就是蛋品的加工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品牌 叫做Mr. Woo Egg 他是这样子 然后呢他的地点 是在这个三峡 资本额是五千万 是一家大公司 所以 既然都是你们家人好了 你们要自己去承包这个标案 你怎么不是用五千万 这一个公司 要去承包 而是透过超市呢 不明让大家会觉得说 很奇怪 那最后大家想问的是说 到底缺蛋要缺到什么时候 大家还记得 去年的时候因为缺蛋 蛋价已经涨过了 现在早餐店 讲真的 我现在不知道早餐店 一颗蛋要多少钱 为什么 因为我都是直接去点蛋饼 已经做好 我没有单点一颗荷包蛋 是不是要15块以上了 这一次他们又公布说 9月4号起 就今天开始 要调涨3块 我看早餐店在蛋 可能一颗要20块 25块 拜托 比一瓶这个麦香奶茶 都还要贵2倍以上 所以我们想要问政府 想要问农业部 想要问刚当上农业部长的称基重 我们的缺蛋到底要缺到什么时候 现在有媒体讲说 可能要缺到明年的过年 拜托我们过年 这个吃团圆饭的时候 大家在讨论的话题 会不会说 我这个蛋是从巴西来的 还是说这个是从澳洲来的 比较安全 还是说你居然买得到蛋 过年是不是大家 要凭着蛋去拜年 来 宝生 其实关于打蛋这件事情 除了蓝之外 你们白有跟上 昨天你们主席也有发文了 我真的觉得 农业部的称基重 根本是大小眼 针对于国民党 他都回很慢 针对你们民进党 几个小时马上 农业部的粉丝专业 马上回了 怎么回事啊 好 我先给大家稍微看一下 这个柯主席 昨天他有在脸书上发文 反正他里面就有提到说 这个政府是不是好洒人 5.7亿来补贴进口的蛋价 那这边也提到说 今年的3到7月 进口鸡蛋最高补助 是每颗32块 所以最下面这边 好不好 柯问哲主席 就直接问了 请问到底是全民得利 还是你在独立 他在问的是这个 我们的农业部 才刚高升为农业部的部长 陈基重 现在对他都在讲话非常增进 以前是农委会主委 现在已经是农业部部长了 好 那这边呢 一提到之后 当天晚上 昨天 这个农业部呢 立刻发脸书 赶紧出来做澄清 当然我也必须跟大家说 他里面有几个怪怪的地方 非常猫腻的地方 来帮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好 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提 请问政府机关 可以不经过这个采购法 直接去补贴农产品的市场价差吗 这不叫土力吗 那请问 审计部还有包含在 检调跟阵风系统单位 难道你们都在睡觉吗 都不用观察 都不用去看这个政府 到底哪里做错事情吗 好 再来 农业部他在这个 澄清文里面有提到 他说禽流感的机枝死亡是74万枝 他想要表达说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们每天的鸡蛋缺口 竟然是超过5%呢 这非常奇怪 另外就是 台湾的蛋机数量是4500万枝 那发病率是不到2% 可是当时却严重的缺蛋 那我们就问政府 到底问题出在哪 如果你一直说 没有发病 没有特别大家想象的 这么的厉害的话 那为什么我们会缺蛋 缺成这个样子呢 难道你们没有办法 事先去预测说 节日即将到来 什么时候要缺蛋 我要赶紧先去做一个补充吗 我们要赶紧先预防吗 他们都不是 都是发现 缺蛋了 蛋架上空了 然后再想办法 不是民众都已经快受不了了 然后你才发现到问题 这不是很荒谬吗 他们原本该做的事情没有做 然后竟然开始自己 可以去做进口的这个责任 这完全不对 所以也要跟这个陈其中部长说 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农业专家 再提醒了 陈其中部长 您身为台大农金性毕业 而且还是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 经济学博士 对我们很多的农业专家来说 他们会觉得 陈其中部长 你的风骨还在不在 你是不是还是只是在意你的官位呢 你的学历这么的高 你的农业这么的专精 这真的是你该做的事情吗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 还你一把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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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